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赠光发亮脑门 不修蝙蝠的头发 朴素至极的衣着 丝毫看不出是明星 这几年都为屡次被拍到类似的照片 感觉他早已放飞了自我 把头发随意的在后脑勺扎个球 拿着中年标配版保文杯 在街边吃一碗炸酱面 出行不是骑着接地气的电动车 就是像个盲人老大爷般坐在地铁里微然不动 在便宜的快销品服装店买廉价汉衫 还要请来店员细致的询问 要知道这个秃顶的大爷可是当年那个吹着笛子 引起数万摇滚青年尖叫大神啊 1969年出生斗维可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一家人都住在大杂院里 家境还算不错吧 他爹是搞明月的 他的母亲则是在北京的第一机床厂上班 小生活也过得很滋润 而他也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喜欢音乐 在他六岁那年刚上幼儿园的他就可以演出吹笛子 只不过好事多磨 他因为吹得太用力 不小心把自己吹出了肾炎 可即便如此 他都没有放弃 可好景不长 在斗维上中学的时候 他父母因为感情不合选择离婚 自此 斗维和他的妹妹一直跟随母亲生活 也是在这个时候 斗维第一次听到了摇滚 他感觉这个东西很神奇 心忍不住的就往上靠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一耳万年吧 也许是因为在生活上受到了挫折 也许是因为本就无心上学 斗维后来只考了个职高 还选择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专业 精神病护理 可这并不是斗维的兴趣爱好 为了坚持自己的梦想 斗维在职高的时候还学了一点吉他 两年后 年轻18岁斗维就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青年青音乐团 开始搞起了自己的音乐 每天走穴 跑电厂 一天下来也能挣个30 在那个时候 30块钱已经可以算得上是高工资了 斗维可以说得上是风光无限 也许正是他的努力 让上天给了他一次机会 1988年 黑豹乐队的主唱丁武突然选择离开 斗维在得知了这一消息后 连忙将自己的一小段小样给了黑豹乐队的经纪人 从而获得了加入黑豹乐队的机会 也是在这里 他不仅一展才华 还找到了自己的初恋 1989年 斗维和江星两人相识 彼时的江星也在酒吧唱歌 两个人也算是有着共同的爱好吧 时不时就会交流一番 日子一长 两人就擦出了别样的火花 谈起了恋爱 之后随着两人感情的加温 更是开始了甜甜的同居生活 感情也算是稳定 也就是在这一年 王菲凭借一首《仍是旧句子》成功在香港出道 只不过发展得好像不咋好 那个时候的王菲闲来没事 就会回到北京去溜达一圈 每次都会找摇滚圈的人一块玩耍 慢慢的就认识了黑豹乐队的键盘手 卵树 久而久之 两人就擦出了火花 闲下之鱼 王菲就会跟着自己的亲亲男友 卵树一起跑到黑豹乐队的老巢 和里面的所有人称兄道弟 不仅如此 王菲还帮着黑豹乐队牵线搭桥 让其成为了必要师弟 也是在这里 王菲遇到了真爱 王菲在第一次见到唱歌斗维时 眼里就满是心情 那个时候他就像见到了偶像一样满脸的崇拜 时间一长 王菲就被斗维深深的吸引 有一次黑豹乐队在演出完之后 举行了庆功宴 在那场宴会上 大家基本上都喝多了 王菲和斗维就被派出去买饭 可谁知 两个人这一出去一整晚都没有回来 据知情人爆料 王菲和斗维两个人出去之后 直接回到了斗维所住的四合院 两个人到了第二天才走出房门 不过让人好奇的是 那一晚发生的事 好像并没有让斗维和王菲的关系更进一步 斗维依然称王菲是小王 也许那个时候的斗维 更加倾向于自己的初恋女友江欣吧 所以并没有分手打算 可王菲却动了情当了针 和卵树提出了分手 在那之后 远在香港的王菲 还时常给斗维游击包裹 只不过他不知道的是 每次包裹都是斗维和江欣两个人 一同拆开看 王菲很贴心 他知道斗维喜欢唱歌 就给他寄了一箱CD唱片 除此之外 他还给斗维写了整整两页的信 而新的最后一句写的是 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叫我小王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句话 让江欣产生了怀疑 可斗维的一些举动并没有落下什么把柄 所以江欣也不好借题发挥 这件事就这么横根在两人之间 直到后来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该来的总会来的 他们三个人终究还是开了一次会议 在那之后 斗维和江欣两人就分了手 至于斗维和王菲两人感情的曝光 还是在1995年 两人排队上公厕照片被曝出来之后 那一天关于两个人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的 第二年两人就凤子成婚 步入了婚姻殿堂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 两人结婚后没多久 斗维就和高原搞到了一起 其实早在1994年 斗维就和高原认识了 彼时的高原是一名摄像师 两人一来一往 关系有点暧昧 也许那个时候两人就互生了情愫 只不过王菲不知道而已 直到1996年的某一天 王菲辛苦工作完之后 想要给斗维一个惊喜 结果没想到 反而是斗维给了她一个惊吓 王菲回到家中 却发现门口有两双妥协 屋子里还有一男一女 做游戏的声音传出来 王菲一打开房门 就把斗维和高原两个人捉肩在床 这次王菲没有选择原谅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婚 对这段维持三年的婚姻判了死刑 至于两人的女儿斗静童 则是跟随王菲一起生活 有传言说 是王菲担心斗维太过随性 照顾不好女儿 所以才会将女儿带走 至于真正的原因 咱们就不得而知了 也是在那一年 斗维公开宣布 这是我的爱人高原 而谢霆锋再得知 王菲离婚后 对其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让人不得不提的就是 斗维对于和王菲 这段婚姻的看法是 我感觉这是一场阴谋 她总是在外忙碌 我俩见面的机会很少 连话也说不上几句 斗维和王菲离婚后 就与高原 正大光明地走到了一起 并且在2002年 再次奉辞成婚 那年6月办理结婚手续 8月 两人的女儿就出生 雅国音乐随着时代变迁 就像烟火一样转瞬即逝 可斗维却看不清楚现实 反而将所有的落寞归结于离婚后的辈时 不仅不想着跟随潮流 反而停滞不前 估计也是因为这样导致她和高原的离婚 不过高原对斗维的态度并没有变化 一直称她是个非常纯粹音乐人 本来以为生活就会这样平淡的积蓄 可是没想到还会有那么一段波涛汹涌的时间 2006年突然有一篇名叫《多伟每月给高原500元生活费》 丁武劝气看心理医生的文章被发表了出来 而他的作者就是卓伟 据说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 卓伟找过多伟 想要采访他却被拒绝 没过多长时间 卓伟就发表了这篇文章 多伟看到后很是生气 直接跑到了那家报社门口 想要个说法 可谁知等了三个小时 却没有等到接待 后来斗维不知咋想的 直接在报社门口点了一把火 将卓伟的汽车给烧了 不过斗维在放了火之后 并没有逃跑 而是选择自首 后来就被警察局给带走了 不仅需要公开道歉 还赔了7000人民币 后来斗维好像是想开了 专心研究自己的音乐 当起了幕后人员 直到2009年再次被爆出新恋情 而这次的恋爱对象 只是一个小粉丝 名叫陈然 传言说 这两人的相识 还是源于2006年的那场烧车案 斗维被放出来的那一天 失魂落魄地低着头走路 却猛然间 一抬头看见了一个 举着横幅的小女孩 而那个人就是陈然 斗维的一个纯迷妹 如今已经51岁斗维 仿佛成为了一名 翻了覆的中年男子 还有点小秃头 不过好在她的身边 还有一个人陪伴着她 据说两人还有了一个女儿 生活也算美满吧 好 好 谢谢大家